各位, 昨天說到孟元昭和林無雙兩個人走出樹林 只見陽光燦爛, 照得他們兩個人都暖暖暖的 林無雙就說 春天快來了, 聽說小金村的春天很漂亮, 是嗎? 孟元昭啊? 是啊, 比江南的春天還多了幾分野趣 元昭, 我想跟你一起去小金村好不好? 孟元昭疾了一下說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早就有這樣的想法了 逐流大哥和紅英姐姐已經去了小金村了 你知道嗎? 原來你是想去小金村跟他們呼呼 見面嗎? 你怎麼不歡迎嗎? 孟元昭說 小金村的義軍現在很缺人手 你肯去, 當然要求之不得了 不過你新任掌門離開了, 恐怕不太好 林無雙說 林無雙說 我這個掌門 都是你為了不給謀中途的陰謀得請 叫我做的 現在已經達到目的了 這個掌門我做不做也罷了 孟元昭說 無雙說 一派掌門, 關係更大 不能這麼隨便 我還沒說完 你怎麼擔心 我已經叫石師兄暫時代替我做先 石衛師兄和桑青師嫂很有魄力 本門的事有他們夫婦打理 我也很放心 其實孟元昭也很想和他一起去 於是他說 那好吧, 那我就放心 林無雙若有所思地看著他說 孟大哥, 我有一件事 不知道你答不答應呢?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又怎會不答應呢? 甚麼事? 好, 那就請你受小妹一拜 你…你幹甚麼? 你…你傻了? 我尚無兄, 下無弟妹 孟大哥, 我想和你結拜為兄妹 孟元昭心想… 他可能知道我和紫羅的事了 他這樣做是想成全我和紫羅 他想到這裏 不敢對林無雙的苦心很感動 他突然想起這次和雲紫羅分手的時候 雲紫羅跟他說過的一番話 當時雲紫羅這樣說的 元昭, 人生是沒有不散的言直的 我能見你和你相聚幾人 我都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們阿華仔, 將來你向點倉相殺那裏拿回來 也就等於是我在你身邊了 現在這個兒子, 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我要養大他成人 我們是不能再複合的了 孟元昭當時說 你不再嫁 我這輩子也不再娶了 元昭, 你不要這樣 我現在這樣的處境 和你很難破鏡重遠了 何況我力盡滄梢 我的心已經冷了 但我不想你獨身中佬 你很應該有個志同道合的姑娘 做你妻子的 孟元昭勉強笑了下說 志同道合的妻子 除了你還有誰? 雲子羅笑了下說 我在泰山曾經見過你和林無雙在一起 她不就是和你志同道合的姑娘 我知道你不能放下我 所以你把這個林姑娘的情意都忽略了 我是跟你說心裡說話的 這個姑娘才貌相傳 我真是很喜歡她的 如果她做了你妻子 我都可以放心了 這個時候 孟元昭想起雲子羅這番說話 現在林無雙就站在她面前 而林無雙就要和她結拜為兄妹 唉…他們兩個心胸都是這麼闊大 都是想著對方 我不能夠一負再負子羅了 但又怎麼能夠辜負無雙的情意呢 林無雙看著她說 孟大哥 你不想做我哥哥嗎 啊… 無雙 我也是沒有兄弟姊妹的 有你這麼好的妹 我真是求之不得 那我就不客氣叫你聲妹妹了 於是 兩個人絕土為鄉 當天八拜 就結為兄妹了 雖然心靈上面帶著創傷 往事難忘 情懷敏亂 好難自解 但是孟元朝 畢竟是一個很豪邁的人 就算有傷感 也不會多受善感 和林無雙結拜為兄妹 兩個人相處就自然得多了 他們兩個一路同行 不知不覺 又是東去春來 北國冰燒 江南草長的時節 這一日他們過了長江 孟元朝想起去年北上的時候 孤身隻影 正是重陽佳節 自己的心情也都好像心臭一樣消失 當時自己也找不到雲子萊兒 帳網地離開蘇州 至今 就和林無雙一起回來 他不禁又感觸萬分 林無雙好像確察了他的心事 於是就問了 孟大哥 你在想什麼 我沒想什麼 我就想起兩句前人的詞 約到江南趕上春 千萬和春主 我們現在正好趕上江南的春天 可惜不能夠在江南和春相伴 林無雙說 冷鐵朝不是說 想你遲些回到小金村的嗎 他說過 我的事 如果沒有辦妥的話 就可以遲些回去了 但是我不能夠 我不是叫你找個藉口陪我玩 我是想想起一件正經的事 什麼事 揚州有個老英雄 就是金刀黃元通 你認識他嗎 你認識他嗎 我 是不是鎮遠鏢局 揚州分局的總鏢頭 你認識他嗎 林無雙說 什麼 正月十七 是這個老鏢頭的六十大首 他是我爹的朋友 他和本派的幾位師兄都有交情 去年石衛師兄 就曾經跟我提過這件事 我離開的時候 已經派了他做代表 去和這個老英雄觸授 今天是三十 我們去揚州 還來得及 我也想見一下石師兄 將謀宗圖的事告訴他 孟元超說 沒錯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現在沒有工夫 清理門戶了 都應該告訴本門的弟子 提防叛徒 林無雙說 那你肯肯陪我一起去嗎 這位黃老鏢頭 和我們冷鐵條 和蕭志遠兩位大哥都是相識的 他們雖然沒有叫我和他聯絡 但是既然來了 那我就代表兩位大哥 和他結交一下都是好的 無雙 好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 各位 孟元超和林無雙這邊 就放下不說他們 且說這一日 茂長峰也到了揚州 他也是來和黃元通賀仇 他想 還有兩天才是仇日 揚州這麼多名聖風景 好我玩他兩天才去到未遲 那麼他就來到揚州 一間很有名的酒家 叫做望光柳 好想著先喝兩杯 一進到望光柳 茂長峰就找了個 靠著窗口的位 就想看著長江 他喝了幾杯之後 零轉頭一看 只見店裡掛著一幅對聯 上戀是這樣寫的 座客何來 聽兩分明月消聲 依稀盜目 下戀是 主人莫問 憑一館春風池筆 點染揚州 旁邊那張桌子 有兩個客人在談論這幅對聯 有一個就說 喂 你知不知道這幅對聯的來歷 聽說是蘇州一個很有名的才子 吳谷人寫的 有一年新春他就來到這裡喝酒 誰知不記得帶錢 臨走的時候 就寫了一幅對聯做酒錢 另一個客人點了一下頭 哦 原來有這樣一段佳話的 韓兄啊 南京元寶湖都有一幅名聯 跟你說的這幅好像有點疲憊 姓韓那個人就說了 劉兄 原來你早就知道這幅 那就真是在孔夫子門口賣百家姓了 原武湖那幅名聯我就不知道 請你說來聽聽 那個姓劉的就說 上戀是 陰江上石頭 抵不住鮮流陳夢 柳枝何處 徒業無蹤 轉善他名將美人 現食能流千古韻 下戀是 問湖邊月色 照過來多少年華 玉樹過餘 今年無後 收拾者殘山盛水 應花又是六朝春 那個姓韓的客人大讚說 哎呀好多好多 這幅對聯氣魂一流 比這幅更好 那個姓劉的就說 是跟吳谷仁同時代了一個無名事舍的 聽說他是因為吳谷仁把揚州賺得太美 他心裡不服氣 於是就寫了這幅戀來讚南京 那個姓韓的說 哦 這樣一位才子 為什麼不肯留下一個名字呢 聽說吳谷仁看了這幅對聯之後 就要去找寫這幅對聯的人 但是寫的人又避開不見他 因為吳谷仁本來是前朝的名士 之後做了本朝的官 他不肯跟他來往 他也不想出名 所以連名都沒有留下 韓兄,你看不看出 對聯裡面有什麼感慨? 嗯,從字面看好像是風花雪月 但是隱隱若若有故國之詩 那個姓劉的客人說 沒有錯了 而且這幅對聯 開頭都好像很悲觀 但是實際上 北風一轉就不同了 收拾了殘山盛水 就有東去春來的新氣象了 你說是不是? 某長風一邊聽一邊想 這兩個人談吐都不俗 尤其是那個姓劉的 口吻就不像普通人 反而只是我背中人 不過 某長風想到這裡 想說走過去跟他們相識 誰知道突然聽見 噔噔噔噔噔,很重的腳步聲 然後就看見四個人走進來了 只見前面三個大漢 長得虎背紅腰 needle在後方 口吻有臉紅骨壽 濕了一 alum死飯 那些住感覺 四個人平平平平平平平 EthLa 麵小儀就過客 來招呼 客官啊,想要什麼? 一定 챙DO 先和我們來一瓶上等美酒 店小儀, 客官, 我們這裡最小的小興酒都有二十斤 大程的呢? 四十斤的 小程不夠喝, 和我們拿大程的來 還要五隻燒雞, 十斤老牛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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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等一等 茂長峰見到這個情形, 心想 這四個人是哪來的豪客啊 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圍首像燕鋼那樣的鞍芝佬 就忘記帶來那個姓劉的話 你不是韓鵬、韓大哥嗎? 還記不記得, 弟弟? 韓鵬知道避都避不開了 唯有站起來說 哦, 原來是五大哥 是, 行為, 行為呀 過五大哥說 哈哈, 我們那次在高城的二路樓喝酒 好, 北京不過就過了三年啊 想不到在這裡又見回你啊 來來來, 我跟你介紹幾個朋友相識 這位是西門虎大哥 這位是金大鼎大哥 還有這位是毅慶大哥 韓鵬抱拳作作的音話 是三位大哥, 行為, 行為 但是那個姓劉的還是坐在那裡喝酒 他的朋友跟那些人應酬 他好像看不見那樣 那個五大哥的面子有點難看了 他問, 喂, 韓大哥 這位貴友是… 韓鵬就唯有對那個姓劉的話 劉大哥, 我跟你介紹這幾位好朋友 那個姓劉的慢慢站起來說 我不會認酬的, 各位不要見怪 在下姓劉, 單名一個曠子 那個五大哥就說 我姓五, 也是單名一個曠子 我是個粗人, 不過喜歡結交朋友 劉大哥, 你不喜歡一套應酬 那就適合小弟的脾氣了 我們要交就交個自己的朋友, 好不好? 劉礦說 哈哈, 成夢各位看得起 在下不敢高攀 嗯嗯, 劉興客氣了 雙請不如偶爾 來, 我先劉興一杯 劉礦說, 用杯喝酒不過人的 要喝就喝他一程 火記, 和我照樣來一程四十斤莊的蕭卿酒 那個綿黃骨壽叫魏慶的就說 五大哥, 你平日就說自己酒壇無敵 啊, 今天就遇到對手了 這時候, 五弘耀的那一程酒送來了 他就說了, 哈哈, 難得劉興海良 小弟一定奉陪, 啊, 老毅, 你的酒量都不壞啊 來, 我們就和劉興一起喝吧 劉興, 你喝多少我們就喝多少, 好不好? 劉礦說 好, 不過你們兩位和我鬥喝 那我也要找個朋友來助興才行 我們各喝各的 五弘他眉頭皺了一下, 然後說了 哈哈, 好極, 好極 這樣就更加熱鬧了 來, 劉興, 韓興, 我們就兩個對兩個 韓憑猛地耍手兼命頭說 你們喝, 你們喝, 我酒量不行的, 不行的 喝點多我就醉了, 不行的 魏興一手把那一程紹興酒舉起說 大家不用客氣, 這一程酒讓你們先喝, 來來來 他還沒說完 情酒就已經向著劉礦飛過來了 劉礦伸出一箱筷子 酒程一飛到, 筷子在情邊小小力的一拉 酒程跟著他筷子轉了一陣 就穩穩陣陣地落在桌上 那些酒一滴都會撕出來 這一下是武學裡面的四兩薄千斤的上乘本事 五魂他們不敢嚇了一跳 劉礦這一手不單止顯露武功 他不用手來接, 就是不想跟對方結交朋友 就這樣而已, 謀長風心想 這四個人不方是正道的, 所以劉礦就不給他們面子 但是他這個姓韓的朋友好像對那四個人極盡奉承 劉礦找他陪喝, 這場鬥酒就未必鬥得成了 就在這個時候, 劉礦要的那一程酒也都送到了 劉礦照樣畫葫蘆, 將酒程舉起說 是, 來而不往非禮那, 這情酒還給你們 說完, 他將情酒出力一拋高 跟著啪一聲, 一掌把酒程打到五魂那邊 在這四個人裡面, 本來魏慶的內功是最深的 但是五魂是大哥來的, 如果由魏慶來接的話 那他是沒有臉的, 唯有就死定了 他伸出兩隻手臂, 去接那一程酒 只聽見一聲, 五魂接就接住了 不過他坐的那張椅子, 四隻腳都斷了 原來這場酒是劉礦用掌力推過來的 五魂接走的時候, 掌力如果是向前推出的話 酒程一定會裂開, 所以他一定要一見到酒程 就要把掌力縮回來, 那兩股力加起來 在一起, 那他坐的那張椅子怎麼頂得順才行 好在他早有防備, 椅腳一斷, 他已經紮穩馬步 這樣才沒有跌倒, 不過就輸了頭住了 魏慶就若無其事地說 誒, 伙計, 換個椅子來, 我們是給酒量, 不是給武功 來來來來, 我們還是來喝酒吧 韓彭又說, 劉大哥, 你知道, 我的酒量不行, 真的… 他講到這裡, 只見劉礦站起來, 他走到茂長峰面前說 他說, 啊, 卿台貴姓, 茂長峰疾了下說 小聖茂, 卿台有何指教? 劉礦說 阿, 獨飲寡寬, 茂長峰, 我想跟你交個朋友 不知道茂長峰肯肯和我喝酒呢? 茂長峰一聽他很意外呀 各位, 茂長峰有沒有答應和劉礦一起喝酒呢? 明天繼續說 謝謝你, 茂長峰